大家好 不同品种的这个茶花呀 它的花期呢是稍微有一点插入的 可能有一些品种的茶花呢现在已经开完花了 那么等到它开完花之后我们就一定要给它补肥了 因为它在开花期间呢消耗的营养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给它补肥 就会导致它因为营养了缺失 然后影响整个植株的生长 之中呢就会出现了叶黄 然后枯萎 然后长势越来越差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给茶花补肥呢 其实我们最好就是给它补一些蛋铃甲比较均衡的复合肥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肥水 这种肥水呢不仅含有的蛋铃甲元素特别的丰富 而且还有一些微量的元素 对茶花的生长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那么这个肥水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肥水就是丙肥水 丙肥里面的营养成分呢特别的丰富 而且呀将它发酵腐熟之后 这种肥水呢是特别适合茶花的生长的 我们如何使用这个丙肥呢 我们先把这个丙肥啊掰成小碎块 然后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 加上这个七八分满的清水就可以了 然后呢放在太阳底下密封发酵一到两个月 如果太阳比较大可能就只需要一个月 如果是天气比较阴凉的话呢 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发酵完全之后呢一定要对水稀释 稀释的比例大概在五十倍左右 半个月给茶花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茶花的生长啊才会更好更旺 而且它的叶片呢才会更加的油绿 有质感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